在最难熬最平凡的日子里,默默努力,总有一天,你会站在最闪亮的地方,活成自己曾经最渴望的模样。 康克今天依然是从卡车里醒来的,他看上去样子有一点颓废,他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去他妈妈那里了, 因为他决定今天回去看看他们,正好也了解一下阿祖法有没有回去过,万一他在找不到他的时候,会去问一下妈妈,希望能在这里问到一些什么线索。 康克的车子已经停在了路边上,虽然他已经没有什么钱了,但是很久没有回去了,还是买一些东西。 他在商店里还买了几瓶子汽油,虽然他们那里的汽油价格比较便宜,可也架不住他天天在外面开着卡车找人,所以他长期的不工作是不行的,即使他现在已经为这件事情而担心了。 康特付了钱以后准备离开了,可他还是转回去和老板嘱咐了几句话,如果你看到我的妻子孩子,请记得一定要通知我,附近商店的老板都知道他在急着找人。 康特开着卡车往前去,他还是一个礼拜之前回去过的,他就怕跑回去以后,妈妈吵着闹着不肯让他离开,还要让他给他们建房子。 他知道现在自己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,也没有这个心情和时间。 康特的卡车终于停了下来,吉尔纳和妈妈看到他回来很开心,可是康特对于他们的亲近很是抗拒,他只是问妈妈,阿祖法最近有没有到这里来过? 妈妈和他说,他不可能再来我这里的,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任何他的消息。 对于妈妈的话看康特半信半疑,因为他说的话在他心里是没有可信度的,妈妈就是显然是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关系。 他说儿子,你这么多天没回来人都瘦了,你赶紧在我这里好好休息,我给你煮红茶喝。 康特说,我现在没有心情在这里休息,阿祖法和凯撒到今天都没有找到。 只要找不到他们,我心里没有一天是安稳的。 妈妈还是极力地挽留康特,他见到儿子现在他的话什么都不听,他又控制不住自己脾气,又开始责怪他起来了。 妈妈说,阿祖法肯定是不愿意和你生活了,你就不要再白白浪费时间去找他们了,你现在年纪还轻,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也来得及。 你为什么总是听不进这些话呢? 康特听了他说这些就很恼怒,这件事情明明妈妈就是罪魁祸首,自己本来的生活好好的,因为他为难阿祖法才变成了这样的。 可是他还是想要让他放弃阿祖法。 对于妈妈的这种执念他不能理解,好久不见的母子两个人意见不合,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。 康特真的是很疲惫了,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家人支持他,想到这些事情他真的是心里憔悴,妈妈还在喋喋不休地和他抱怨,他说我现在生活已经变成了这样,你就看不到吗?你的心里只有阿祖法没有亲人。 康特好生好气地和他解释,我在知道家里的房子被推掉以后,已经回来看过了,这是政府的大拆迁,我也无能为力改变,也不可能在原地方再重新建一个房子。 拆迁队的人员已经再三强调了,不可以在推掉的地方重新搭建房子,现在想重建家园,就必须重新买一个合法合规的地皮,可是一块合适的地皮,不是这么想买就能买的,我就是有心也无能为力。 妈妈还是和她在诉苦,她说你就眼睁睁看着我过这样的生活吗?现在是夏天还可以住帐篷,可是到了冬天的时候,你让我们怎么生活? 所以你不能不管我们。 康特和妈妈说,你过这样的生活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,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强势,我们好好的一个家也不至于四分五裂。 如果我们还像当初一样,一大家子在一起,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,对于康特的指责,妈妈是不会承认她的错误的。 其实康特说的没有错,如果他们现在还过着正常的生活,就是房子被政府推了以后,他和阿祖法也是有能力重新改个房子的。 想想过去再想想现在真的是一把心酸泪。 康特这两天是越来越迷茫了,他的心情也是非常的郁闷,他似乎也对自己开始有所怀疑,因为到现在还是没有打听到阿祖法的任何线索。 他又开始胡思乱想了,是不是他在故意的躲着自己,是不是他还没有原谅他,一想到这些他更加的心烦意乱了。 康特总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不冷静,然后他就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想法,其实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寻找,就是偶尔也会抱怨心理的委屈。 其实他这样大家也能理解,毕竟他一直奔波在路上,真的是深泪心眼泪,肯定也会有脆弱迷茫的时候。 其实康特的担忧都是多虑的,阿祖法也是想和他团聚的,以前带着凯撒也出去寻找过他,而且他前段时间也给他打过电话。 只是那时候,手机不是在杰斯那里,就是在妈妈那里。阿祖法每次打的电话都没有打通过,所以这段时间就没有再打,因为他并不知道他现在有手机了。 其实真的不是阿祖法,故意不打电话。 康特现在最烦恼的是不知道去哪里找人,他也知道自己妻子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大了,再过两个多月就要出生了。 现在阿祖法是最急需照顾的时候,他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他的身边。 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,不是你着急了就能实现的。 康特确实够努力了,可是他的方法和思路不对也是白搭。 康特今天在这里和妈妈话不投机,已经开着车子准备离开这里,可是吉尔纳拦着不让他走。 康特只意开着车离开了,他现在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,还是只能找个地方停下来。 今天还是在卡车里随便凑合一晚上,你们觉得康特会帮妈妈建房子吗? 我 是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